好的 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Podcast 然後我最近都在分享一些就是時事上的問題 然後大家就有想說可不可以分享我跟我家貓咪的相處 因為他們覺得我跟我家動物的相處大家會好奇啊 比如說我們平常是怎麼樣相處 因為有些人沒有養動物但是他又很愛動物 所以他想知道家裡有動物是怎麼一個回事 然後我今天就來分享我的第一隻貓咪就是WISO 這隻貓咪他有時候會在我的Podcast裡面亂入 我剛剛叫他名字然後我就聽到那個他在客廳動鈴鐺的聲音 他可能說幹嘛叫我幹嘛幹嘛幹嘛叫我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就來分享我當初養他的時候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這樣子 因為他非常的有靈性他是一隻很很有智慧的貓咪 就是我覺得他的眼神非常的有那種會說話的眼睛 他眼睛會透露出他現在的想法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是他的主人 所以我可以跟他溝通還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我姐姐說他看到那隻貓咪的眼睛他會覺得很可怕 就是他的眼睛太有神了有神到很像人類 就不是一隻貓咪這樣子 然後我就要來分享我跟WISO當初在飼養他的前期發生的有趣的事情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在新竹動物園實習的時候 在那個路上撿到他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住在新竹是住在一個小套房裡面 還有那個小套房很小 裡面我那個時候有照顧一隻小布丁鼠 就是他叫做翹蒂 然後那隻布丁鼠他也離開了 因為他倉鼠的壽命只有兩年 那時候我在照顧翹蒂 就是翹蒂跟著我一起到新竹實習 然後因為我在路上就講到了 就是撿到WISO這樣 我就把WISO帶回家 然後帶回去我那個小套房的時候 因為他是一隻野貓 所以其實我不太明白他的野性到底有多強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隻小老鼠你不可以咬 你不可以碰他 可是他對那個小老鼠的味道非常的敏感 他會很想要去聞小老鼠的味道 然後甚至會想要整隻他的整個身體 鑽進我那個小老鼠的窩裡面 然後那時候我小老鼠的窩是一個紙箱 上面是沒有蓋子的這樣子 但是我就有跟WISO講說 這隻老鼠不是你的食物 也不是你的玩具 你絕對不可以把他殺掉 因為你知道我其實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覺得他好像聽那種我在講什麼 可是我們才剛見面喔 然後他有躲皮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就是莫名的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就是會覺得他不會欺負這隻小老鼠 這樣會不會有些人覺得我是一隻恐龍四處 等一下嘛 你先聽嘛 我很怕我這集講出去會被大家罵 就是那個老鼠還幸好沒事 要不是那隻貓咪沒有怎麼樣 但如果怎麼樣了你該如何是好 之類的 反正那就是沒事啦 然後我就有跟那隻貓咪講說 不可以動就是老鼠 然後我還把老鼠放到房間的衣櫃最上面 就衣櫥的上面這樣子 我想說他應該跳不上去吧 因為我連手要夠都夠不到 而且衣櫃旁邊完全沒有什麼床啊 桌子可以讓他跳上去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在那邊應該安全 然後我就去洗澡了 如果洗完澡之後呢 我回到房間 貓咪就不見了 我就一個念頭想說 貓咪怎麼會不見 他該不會是跑到箱子裡面吧 可是那個時候我非常的緊張 我真的很害怕是不是我一個大翼 那隻小老鼠就不見了這樣子 可是 可是他 我就想說好 那我們來玩一個心理戰 就是我假裝開門出去 再關門這樣子 我看他會不會這時候跑出來 然後我就 真的是玩心理戰 心機的很了 我就開門 然後 假裝在那邊走路 然後再關門 我就在那邊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就是貓咪到底要不要出來 結果他就跑出來囉 他就突然跳出來 然後想說 好險沒有被發現 然後突然看到我 我就超生氣 我馬上把他叫下來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已經取他名字 我就說 Visor你給我過來 然後馬上就跑走 我再馬上去確認一下我的小老鼠 OK 他非常的安全 就是那隻小老鼠完全沒有怎麼樣 但是我不知道 Visor為什麼就是要 用他那個胖胖的身體 他那時候還很小啦 就是躲到那個箱子裡面 我就覺得 喔天啊 你怎麼會 怎麼會有這種 這種貓咪這樣子 但幸好 那隻小老鼠真的沒有怎麼樣 欸我真的很害怕 我這集講出去 會被人家罵欸 呵呵呵 就是說老鼠如果 怎麼辦 這樣子 可是我當時已經做了 我認為是最恰當的櫥子 而且我上面還有蓋東西 就是小老鼠的上面 我還有蓋書籍 就是我們那時候要讀很多 冤文書很厚 這樣我就把它放在上面 我不敢放衣櫥裡面 因為我覺得衣櫥裡面 霉味太重了 我怕他會生病 所以我就是用這種方法這樣子 那我為什麼沒有帶小老鼠的籠子 是因為那個籠子在台北 然後我帶籠子帶來帶去不方便 所以我就是在新竹 因為他是短暫 短暫居住的地方 我就用那個小紙箱 然後把它裝在裡面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欸WISO這隻貓咪好像真的 蠻有靈性的 就是他好像 懂我在 我在講什麼話這樣子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大家要批評 大家要批評我的話 很 我不知道 因為我就覺得他聽得懂我的話 他是真的是一隻蠻聰明的貓咪 只是 這就是我跟他玩心理戰的遊戲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家的狗狗 他叫Filly 然後Filly他就是一隻很愛吃醋的狗狗 有一次他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生氣了 然後我就一直找不到原因 因為我要抱他 他就會 他會給我抱 可是他會想要離開 很快就想要離開這樣 很快就想要跑走 要跳走 我就想說 奇怪他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叫他他也沒有反應 然後他平常都會跟我在 跟我在一起 在我的周遭 可是他那一天就不在我的周圍 就是比如說像我現在在書房 他應該就會在我書房的旁邊 但是他沒有 他就是走到客廳或是房間自己睡覺 然後自己窩在自己的小床 可是他平常根本沒有在睡小床的喔 他那個小床根本就只是偶爾才會去睡一下這樣 或者是在那邊玩啊 或是在那邊抓抓抓 開心的時候在上面跳來跳去這樣 他根本沒有就是要定居在那個小床上面的意思 反正他那一陣子就很怪 那一天我就覺得他到底是在幹嘛 心情到底是有什麼不好的 我就一直思考 一直跟他道歉 然後一直說好話 一直捧他 一直哄他 我就想說天啊 狗真的跟女人一樣很難哄欸 在此奉勸所有的大家 不要交女朋友 女朋友真的超煩 女朋友是世界上最煩的生物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到底是想怎樣啦 就是我已經用盡我所有的力氣要安撫他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安撫好 我就覺得心情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心灰意冷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該不會是我早上 我可能隔天還是前一天早上 我在陽台的時候 貓咪跟著我在陽台玩 所以他可能吃醋 因為他不能去 他沒有去陽台玩 就只有他沒有去陽台玩 所以那一次我就 因為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這個原因 可是腦中突然就有一個聲音告訴我 講說媽媽是因為他們都去陽台玩 貓咪都去陽台玩 我沒有去陽台玩 我覺得你偏心這樣 而且我也想要出去玩 你為什麼不讓我出去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心 就是突然有一個這個聲音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單獨帶他到陽台玩 單獨喔 我就把他帶到陽台 然後也沒有幹嘛 我就在陽台滑手機 然後跟他玩這樣 他就很快樂 他就回到房間之後 他就正常囉 他就開始會黏著我 然後開始咬他的玩具 嗯嗯嗯這樣 然後開始吃飯 我真的覺得心情非常的累 請問這隻狗到底在想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種狗狗 所以後來我就非常的注意狗狗的情緒 因為他真的是一隻心思比較 比較容易吃醋 然後很容易跟其他的動物做比較的一隻狗 就是他會比較會想要知道 嗯他會想要在家中有地位的感覺 他會想要比別的動物有更受到我的寵愛的感覺 但其實我對他們都是一視同仁一樣的愛這樣子 欸不一定 因為我對這隻貓才有更多的愛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我都盡量一視同仁 然後大家要抱抱我就都會抱抱 大家要摸摸我都會摸這樣子 就是看他們自己個人有沒有想要來找我 那如果他們來找我 我就會主動 我就會跟他們玩這樣子 我就想說奇怪到底是怎樣 所以我後來都非常的注意動物之間的禮節 然後還要講就是Wiso他以前也很壞 就是Wiso跟Elsa他們是兄妹 但應該是說他們是不同的爸爸媽媽 都是我去領養來的 然後只是Elsa比較晚進來 所以我都叫他妹妹 然後Elsa剛來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避俗 就是他非常的擔心害怕 可是呢 他後來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開始學哥哥的技能 開始學哥哥的社會化 然後哥哥就是Wiso哥哥 他就會亂跑到刺蝟的籠子裡面 要吃飼料 然後本來Elsa 他都是不會跳進去那個刺蝟的籠子裡面 但是他也開始會跳進去刺蝟的籠子裡面 要吃飼料 我就會覺得你們真的是夠了 怎麼會有這麼白目的小動物 就是我在養牠們的時候 因為我家動物很多 我就會覺得 其實你不用去擔心 動物之前會有什麼傷害的行為 當然這個還是有例外 就是大家還是要注意 我就覺得在大自然這個環境裡面 大家都是平等的 然後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的地方 大家都有自己的窩 有自己的生活圈 我覺得不用刻意的擔心害怕說動物會受傷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就算受傷了 你只要人在旁邊顧著 那受一點小傷是無所謂 但是不要那種有危機生命危險的事情 我是主要是想要講這個 因為我覺得 在我養那麼多動物的情況下 大家都會問我說 牠們平常怎麼相處 其實我要說 牠們平常就是各過各的生活 偶爾會去找別人玩 但是玩的時候也不會發生什麼生命的意外 或是受傷 牠們完全沒有玩到受傷 我當然也不能就我的認知來理解這件事情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請你們不要害怕 因為動物牠們會有自己的相處法則 我覺得只要人在旁邊顧好牠們 牠們就會有自己的相對應應該要做的分寸 而且動物都是有靈性 牠都聽得懂你在說什麼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用擔心害怕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 然後我會再繼續分享更多我們家的有趣的故事 因為我發現有人蠻想聽的 就是除了 因為我通常都是在講一些比較教育意義的事情 但是有些人會想要聽我們家動物的相處之道 所以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那之後如果有適合的故事再分享給大家聽 這就是我們家的相處之道 然後謝謝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